大家好,我是南投縣樸底高公的謝孟陽老師 今天我們所要教的章節是第八章 角動量與音次 那在這個小節裡面呢,8至2.1 我們所要教的是角動量與力矩的關係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問題 小時候是否有玩過陀螺這樣的東西呢? 請問陀螺該如何順利才可以轉動起來呢? 我們看一下右圖這個小陀螺 我們將小陀螺如果直接放在桌上 甚至它沒辦法站立起來 你必須讓它多加旋轉 甚至它可以穩定的站在桌子上 可是像左圖這個阿伯一樣 阿伯拿那麼大的陀螺 那我們該怎麼讓它可以順利的轉動起來呢? 仔細看,你會發現阿伯在陀螺上 就會用繩子把它纏住一圈又一圈 然後之後再用繩子把它用力拉走 那就會發現陀螺就可以順利的轉動起來 那請問中間是什麼物理原理 讓陀螺可以順利的轉動起來呢? 好,那我們待會就會介紹 好,首先我們先想一下這個問題 車輪怎麼轉 來,請看一下右圖這個車輪 其實這個車輪是不是穩定的慢慢的旋轉 好,那請問如果在A、B、C 這三個位置都是一個向下的力 那請問在哪個位置上是力 可以讓這車輪可以越轉越快呢? 好,答案就是位置C 那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車輪呢 此時它是順時針方向的旋轉 好,如果呢 我們在C點施加一個力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力呢 對於中間轉軸而言呢 它是一個順時針方向的力矩 所以原本 車輪是順時針方向旋轉 再施以順時針方向的力矩 這時候呢 車輪就會越轉越快 我們也會說這車輪呢 角動量也慢慢的會增加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問題 那如果呢 施力在B點這個位置上 那請問車輪的轉動情形為何呢? 那對於轉軸而言呢 此時呢 這個車輪還是順時針方向的轉動 可是對中間轉軸呢 它所施加的力矩呢 為0 所以呢 施加力矩為0 那就代表它的轉動速度呢 不會增加 也就是它的角動量並不會增加 所以呢 代表你如果沒有施加力矩的話 或者施的力矩為0 那對於轉軸的轉動情形 就沒有任何的影響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 那請問 如果呢 我們在A點施加一個力的話 那對車輪有何影響呢? 我們發現 此時車輪呢 它還是一樣順時針方向的旋轉 可是呢 如果你在A點施一個力的話 那這個力呢 對中間轉軸而言呢 它是一個逆時針方向的力矩 因此 你施一個逆時針方向的力矩 會造成這車輪呢 順時針方向轉動的速度 會越來越慢 因此 角動量就會減少了 所以我們做個總結 所以當我們呢 施一個力矩呢 在物體上呢 便會使物體產生角動量的變化 那所以呢 打陀螺的時候呢 為什麼要用繩子綁住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繩子跟陀螺之間 會有所謂的摩擦力 那這摩擦力呢 對轉軸而言 就會施加一個力矩 所以呢 當你呢 將這個線 開始慢慢拉 一直拉 一直拉 一直產生固定方向的力矩 則這個陀螺呢 就會一直產生 順時針方向的方式旋轉 然後越轉越快 那看一下左圖這一個 這呢 是在美國大峽谷的一個盪鞦韆 它呢 跟底下峽谷總共有400公尺 那它掉下來的過程中呢 它可以到達時速呢 相當於80公里每小時 那是不是相當的恐怖呢? 那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盪鞦韆呢 它可以讓你轉動呢?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本身的重力 重力呢 會產生一個力矩 讓你呢 往下去轉動 當這個力矩呢 固定的情況下 那你的轉動的速度呢 也就會越來越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請問呢 力矩跟角動量變化的關係 該怎麼表示呢? 好 首先下面兩張圖呢 都是一個 一顆球綁在一個繩子上 那請問 如果我們施加相同的力矩 在物體上的話 那請問 如果呢 施的時間不太一樣 像左邊 我們施加一個力矩呢 施加的時間呢 是5秒鐘 那右邊這張圖 我們施加的時間呢 是2秒鐘 那請你稍微觀察一下 我們施相同的力矩在上面 可是呢 時間不一樣 造成呢 這個輪子在轉動的時候 它有什麼樣的情形呢? 你會發現 其實時間越長 它呢 轉動的速度會比較快 那如果施加的時間呢 比較短 那它呢 就會轉得比較慢 因此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球兒它的角動量變化 該如何表示呢? 那角動量變化呢 它叫做所謂的ΔL 相當於呢 R乘以m乘上ΔV 這裡R呢 就是轉動的半徑 m呢 就是小球的質量 ΔV呢 就是這顆球 速度的變化 因此 我們施一個力在它身上呢 它速度就會慢慢的增加 好 那這個速度的變化呢 相當於你施加的加速度 乘上你的施力的時間 那我們從公式裡面看到 這M乘以A呢 是相當於施力的大小F 而前面呢 R乘以F 又相當於施力的力矩 因此呢 我們施加的力矩 會產生 角動量變化 可以寫成ΔL等於Δ 乘上ΔT 所以 這一題呢 力矩大小固定 因此呢 你施加的時間 如果越長的時候 你的角動量變化就越大 所以我們才發現 左邊呢 所施的時間為5秒 右邊施的時間是2秒 那5秒呢 它的轉動的 轉動的轉速呢 會比較快 那施加時間比較少的呢 它的轉動速度就會比較慢 好 所以我們最後來整理一下 移動情形跟轉動情形的差別 過去呢 我們所學到的 移動情形呢 如果我們施力F 裝在一個物體上 一段時間 物理動量改變ΔP 那如下圖所示 我們施加一個力呢 在這個木塊上 推著它跑了一段時間ΔT 那我們發現 原本呢 物體的動量為P出 後來物體的動量為P末 那之間的動量變化呢 就相當於 後來的動量P末 減掉原本的動量P出 那我們就可以表示為 ΔP呢 等於力F乘上 作用時間ΔT 那我們剛剛講完 轉動情形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一個力矩 T 作用在物體一段時間ΔT 這時候 物理角動量改變ΔL 那這角動量的變化 就會表示為ΔL等於力矩T 乘上接觸時間ΔT